這是水辣櫥 這是在橡木桶用的 西洋傳過來的酒 他們維持器、白蘭地 我們都喝白酒 白酒是王庄的、扶椰的 他們就融氣球像木桶 補救的方法 你就是失敗要一直試驗 一定要找出方法出來 不然你酒放給老大 沒辦法 爐火的時 它是從法國來的 要用的時候 又沒有 還很貴 所以我就想 開始找替代的東西 找滾骨的魚 水辣櫥說 它有辦法膨脹、填塞 這就對了 我那時候 為了要掛蟹 下去的時候 是讓水塘加到整個區 從事這個地方 水塘加到水塘 也沒辦法去把它撞下去 我想到 厚文爆灰桶這麼多 來利用這麼的爆灰桶 來請追行的目標 這個重塑的問題就解決了 甚至那個 直斷的那個 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這樣子 插到那個 也差不多1.5公分的深度 然後把它堆下去 把它阻斷 把它阻斷 裡面的水塘 不要給它過去 這樣子 一個湯裡 我把它叫起來 感覺 心理上 真的 當然是成就感 你 修理橡木桶的 細膚 具備 就是 你要有 可以修理的條件 要對峙的方法 你要正確 像木桶 你做比較好的酒 如果你如果 顧不好 會流 你不去把它處理 然後 把它漏光 等於是 沒有混的靈魂一樣 就是空的 人的生命 就是在 呼吸之間 這個 橡木桶 也是跟人的生命一樣 它也是 一呼一吸 也是在呼吸 人跟酒一樣 都是有生命的東西 那橡木桶 沒有呼吸的是 這趟酒 也是兼的無名 是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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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是 人的 人的